新冠第四波疫情延燒 ING 但其实现在社区中 各种呼吸道流行病毒都在窜烧 台南两个小兄弟接续高消 但快下一条线送医检验 才确定是A型流感 根据第一线诊所医师观察 新冠肺炎流感 常病毒比例约4比1比1 诊所几乎天天大爆满 诊都是排队 几乎没有不用排队的 差不多两三百会患 尤其医师还观察到这波新冠疫情 每五人有四人都是首次确诊 约80% 中国副医副院长黄高斌提醒了 青壮族群若第一次确诊 亦伴随高烧症状 但特别要留意的是 二次以上确诊 根据美国研究 XBB让再次感染者死亡风险增两倍 住院风险增三倍 对肺肾心血管器官产生负面影响达三倍 XBB它的免疫逃脱能力特别强 差不多在一个月左右 应该这个整个疫情 应该就可以会慢慢稳定下来 专家纷纷推估这波疫情恐再烧一个月 专家张尚淳也提醒 未接种次世代疫苗 以及未打满三接疫苗 两族群快打疫苗 因为别人打满疫苗 已经无法保护你 而也因应疫情升温 包括医疗机构 护理之家四个场所 5月31日起强制戴口罩 张尚淳也推测医疗院所的口罩松绑 恐怕没有那么快 虽然新冠肺炎降累 但伴随流感肠病毒 腺病毒等各种病菌 蜂拥而出 民众千万不能轻哭 借黄明君洋中殿台北报道